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小姐和男友的订婚宴 刘小姐和男友是一个知名人师 大家都知道知名人师在公众场合现身 一般都会引来狗仔队的疯狂追拍 刘小姐的男友也不例外 从酒店出来后 狗仔队更是疯狂地追着他们的车拍照 刘小姐在车里也只能用手挡着脸 不让他们拍 刘小姐的男友非常气恼 为了甩掉狗仔队 开车上了立交桥肥快的行事着 刚上立交桥可能是因为车速太快了 刘小姐开始呕吐 把头伸进窗外呕吐 这时对面来了一辆垃圾车 瞬间刘小姐的身子和头就分离了 非常恐怖 垃圾车的司机在听音乐没有注意到 过了会儿发现垃圾都掉到路上去了 司机停车捡垃圾 发现刘小姐的身子在找他的头 吓得司机赶紧开走了车 刘小姐死后被送到了殡仪馆 由殡仪馆的邵东家蔡公子负责 另一方面 这个蔡公子是刘小姐的前男友 人非常好 刘小姐家人都非常放心 蔡公子看到刘小姐和曾经在一起的 一幕幕场景都记起来 原来曾经蔡公子和刘小姐私定终身 要给刘小姐买戒指 但是后来刘小姐出国了 这事就隔着了 这时那个女狗仔又来宾馆 偷拍刘小姐的尸体 被刘小姐的鬼魂遇到了 把那个狗仔狠狠地吓坏了 蔡公子在整理刘小姐的遗物时发现 盒子里面有刘小姐当初留给自己的纸条 刘小姐让自己的妹妹转交 但是妹妹却撕碎了纸条 并不是妹妹爱上了姐夫 而是妹妹嫉妒蔡公子 因为蔡公子夺走了她的姐姐 以前姐姐很疼她 但是恋爱后关心她少了 就这样两个人互相以为 是对方抛弃了自己 感情不了了之 蔡公子非常伤心 做了个纸戒指少给了刘小姐 刘小姐也现身留在了蔡公子身边 第一个故事就结束了 我是小应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略影时光 再次发现了 对方的小姐姐 完成了 对方的小姐姐 下一个小姐姐 现在再次发现了 三个小姐姐 感谢观看